灭定叶真言 为什么可以灭定叶 它粉碎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粉碎自我 粉碎虚空 粉碎一切有情 将一切的万法因缘化成空 因缘空了 万法何在 万法不在何有业力 所以大家在诵读 念诵唱诵灭定叶真言的时候 要观空 观自己是空 明无人无我的 也没有众生了 当你没有自己的时候 你哪有业力啊 没有一个体了业力 负在哪个地方啊 你执着有一个自我 有一个自我的身 有一个自我的灵 有一个自我的心 那当然就有讨债的 你没有了 你都变成空明体了 哪有讨债的呢 向谁讨债 你没有了 他向谁讨债啊 这是灭定叶真言的核心 不是唱着好听 不是唱着变数 是每一字都空 每一句咒都空 维持在空明体里面 升起亏空悲大悲心 流转 觉醒众生 自觉 觉他 所以这个地藏法会 是十分殊胜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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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